大家好 到了9月份 多树茉莉花 这个花已经全部开拜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进入到了营养生长的阶段 同时也是秋季的到来 也是适合给茉莉花换土的一个季节 那么可能很多花友都不太想给自己的茉莉花换土 因为换土确实是一个大工程 如果处理不当的话 容易造成茉莉花不适应新的环境 或者是烂根死黄 所以我们想要避免这个动作 不想给它换盆 减少它死亡的概率 又能让这个土壤营养丰富不绑节 那么我们只要通过施肥来改良一下这个土壤 让它疏松透气养分粗 那么想要达到这种效果 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用一点这个农家肥就可以了 因为这种农家肥它是一种有机肥 而且里面的有机质非常的多 那么这个农家肥就是养分 这个养分是发酵好的 我们使用这个养分不但可以给茉莉花提供养分 而且在有机质的作用下 可以让这个土壤更加的疏松更加的透气 不容易产生缓节 而且这个养分又非常的丰富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给这个茉莉花施肥 尽可能的使用一些有机肥养分 而我们只需要在盆土的周边撒上一圈养分 然后把它覆盖起来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所以大家不想给自己的茉莉花换盘的话 尽可能的提前给它买一点养分 给它补充一点养分 这样的话过一段时间温度降下来一点 它就能快速的生长 那么这就是我们养茉莉花的一点小技巧 好了这一期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